伊斯兰国在欧洲发动一连串的恐怖攻击 让穆斯林族群认为自己被污名化 甚至和恐怖分子画上等号 族群没有办法融合 恐怕也是欧洲饱藏恐攻苦果的原因之一 星期五是穆斯林的聚礼日 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回教徒们 携家代圆 准备一整天的聚会和礼拜 親日四里男性和女性 禮拜的地方分開 由於法國和比利時 連續發生IS 伊斯蘭國恐怖攻擊 總共造成164人死亡 數百人受傷 整個歐洲再次陷入 緊繃的警戒狀態 也讓穆斯林被污名化 幾乎和恐怖分子 畫上等號 縱使一再劃清界限 但恐攻造成的恐懼和陰影 心裡就是這種 我不能用仇恨講 但是就是不安就出現了 可能敬而遠之 學者認為過去幾十年 歐洲種族及移民的融合不夠徹底 導致穆斯林家庭的第二或第三代 成為次等公民或社會邊緣人 種下了現在寶藏恐攻的苦果 公民的西洋人 正在醫院中 為何有駭人們 在這國家 在真正中 而懷疑 如果有這種感到 其他人 會有自由 和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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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 而我沒有 我會變怒 我會更加疑 我會更加相信 這些個政府 我不會相信他們 我會更加信任 那些人們會成為敗 面對連串恐怖攻擊的恐懼 除了調查與反擊 反省與重新思考 如何讓穆斯林族群 能真正融入歐洲社會 才是長期治本之道 記者陳越羅盛達 比利時採訪報導